嗚! 這剛花不久欸 這是怎樣啊 嗨!大家好! 看到我開場就知道我要幹什麼了吧! 沒錯!我今天就是要幹大事啦! 大家都知道呢 我們上一次車子在高速公路上面打滑的事件嘛 後來呢我們有去車廠那邊做檢查 那車廠老闆呢是建議說 我們可以把後面兩輪的輪胎換掉 那我就想來想去 既然要換後面兩輪 為什麼不把四輪換掉呢? 但是教練真的是非常的清簡吃家 他就覺得說前面兩輪還可以用 我就想說不對啊 我們這樣常常的南北奔波 然後他又常常就是開高速公路 四輪的輪胎一起換掉 不是更加安全嗎? 但是我睡不必要他 所以我就想說 我要做一件事情 那他不得不把前面的輪胎也一起換掉 我今天準備了這些筆 我要畫他的車子啦! 我如果發揮我的美術天分 在他的前面兩輪做畫 那是不是他不得不把前面的輪胎換掉呢? 因為他現在正在睡覺 所以呢我就趁著他這個空檔 趕快來做這件事情 沒有錯! 我就要麻煩小鹿了! 好那我們就打個畫給小鹿吧 喂 小鹿 你起來囉? 你今天不是跟教練約要去換輪胎嗎? 對啊 小的時候 你現在有空嗎? 你可以提早過來嗎? 沒錯就是這麼的意思 我需要你過來幫我拍一點東西 那我們就等小鹿來吧 欸!來了! 為什麼又要這麼早?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場景非常的熟悉? 難道你這次 哈哈!沒碰! 我又要畫畫了 你又要整教練然後又要找我 等一下我又要被他罵 反正我就是要整教練你都有份 而且我覺得你上次跟著我一起做畫 我覺得還不錯 你滿有畫畫天分的 其實老實講 還滿爽的 我覺得他今天也會很神奇 而且車子就是教練的命 好啊!教練不會出來嗎? 他現在在睡覺 哦!那動作要快一點 好好好 所以他四顆輪胎都要畫就對了 主要是前面兩顆啦 後面兩顆是本來他就預計要換的 那我們就這樣點點點好了啦 呵呵呵! 佛鬼啊! 呵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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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小心喔! 不要提到他的輪框 我超害怕! 你看我手都在這邊接了!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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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先拿一下衛生紙 我先拿四十斤 好! 這位空的 不法工才怪! 哈哈哈哈 擦得掉嗎? 可以! 還好可以! 我們就隨便畫一堆顏色 可以! 他看到他可能就傻眼了 他說你幫我一起啦! 那麼多! 我怎麼畫得完! 呵呵呵呵! 我求之不等! 哈哈哈哈 動作車的好爽喔! 嗯! 這個房子說得好美喔! 對啊! 很亮耶! 那會不會什麼點出新包圖 畫出新包圖 呵呵呵呵呵呵! 是不是很漂亮? 有捏! 是否很美? 我覺得這一輪可以了喔! 啊~~ 我們去畫另外一個輪胎吧! 欸~~ 讓我們就這樣盯啊! 讓他自己流好了! 這樣好像比較快對不對! 看他流去哪就去哪! 哈哈哈哈 小鹿! 蛤? 你不是我共犯嗎? 你還不趕快幫我一起畫! 啊! 啊! 我要拍你! 然後我還要畫! 我覺得差不多了耶! 你覺得咧? 我覺得其實可以! 這樣已經有等到他了! 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等他睡醒吧!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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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是要換輪胎嗎? 直接開場啦! 這麼隨性喔? 對啊! 欸!大家好我是BOSS腿方常友! 今天我們就是要換輪胎! 因為上次我們行車記錄器那一段 大家一定也有看到 那真的很危險 所以我就聯絡了老闆說 今天要去換輪胎 還是要提醒大家 真的行車安全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 等一下到台中去換輪胎 OK!走吧! 好! 早安! 看看他的房子吧! 哇! 這剛畫不久耶! 怎樣啊? Surprise! 你畫的? 哈哈哈哈 就是我! 你為什麼要畫? 你老婆我! 我不是顧慮到你的安全 我也顧慮到我的安全 也顧慮到宅宅的安全耶! 啊!所以怎樣? 你什麼時候畫的? 早安! 你剛剛不是在房間嗎? 然後你先聽我解釋 啊你也畫好快一點 你像那個被潑漆的 我覺得畫得很美啊! 小鹿 你有沒有覺得畫得很美嗎? 其實我也有參與咖 我必須說我畫得真的蠻好看的 你又有 你又有那個部分啊 我覺得還不錯啊! 你給我明天去報名畫畫班 他其實很開心吧 他非常的無奈 不是啊! 欸! 我幫到畫輪胎耶! 他應該開心應該感謝我才對啊! 他還生什麼氣啊! 到了! 已經就準備位置了 等一下就要換輪胎 我剛剛有跟老闆講啦 老闆他的建議也是說 四顆都換一換 假設這次來換後面兩顆 前面還沒換也可以 但是呢 你可能過一陣子又要馬上又要回來換前面 乾脆一次 我把它換一換會比較好 今天剛好來到這間來 這間我真的覺得不錯 名人技科 他在中青路上 那這一間我覺得 他很不錯的一點是 他會站在顧客的角度去想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收入減少 所以 我不敢亂花錢 我本來想說省一點 那今天既然他 他都已經處理了 那就好 OK 我的礦式巨座要被拿掉了 他不敢看 要不要放在房間 要不要放在房間 啊 你怎麼畫得漂亮嗎 他怎麼漂亮 我的美術千分獲得肯定 他哪敢說不漂亮 這樣子還要送我去畫畫班嗎 這樣不OK吧 還好 它不再寶貝 這才可以 這才雖然是 尖叫 Don 我唱到 絲愛我 我以為 包男人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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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就是名人汽車的老闆 我覺得這一間各項的東西都蠻不錯的 所以我決定要幫他好好介紹一下 其實我看這一間好像也是蠻多東西都有做的 我們這邊是總和場 總和場 所以總和場就是引擎板金烤機換輪胎都有在做 還有保險 那就是車子來都沒有問題就對了 我們似乎都有在上課 都有在精進 有很多同業都來請教他 是喔 我真的不知道說換輪胎要弄那麼多的機器 第一次看齁 教練像個小朋友一樣不知道在看什麼 那這個 這裡是不是有寫107V 這個107就是他的最大賀重 107不是代表107公斤還是什麼 他有一個換算表 他們有一個規格表 對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23560R18 這其實他就是他的規格 235欸 其實就是在指他這個 這個就是235 你看60欸 這裡60 他也有55的也有50的 18就是他整個這一顆的 就是18 基本上是這樣看 師傅請問一下 現在這個是什麼 輪胎的重平衡 如果沒有說這個 車開起來 環境廠會走 輪胎比跟輪寬 有分開過 一定要再做這個動作 一定要再做這個動作 安全測試的概念 誒教練 你那個輪胎是開多久 這次來換 我這台車是4月底交車 去年4月底 一年又三個月 一年又三個月開了5萬多公里 其實撐很久了 師傅請問一下 輪胎它大概可以撐多久 要看開的路面 如果都高速公路的話 四萬五萬明應該沒有問題 如果都常常在跑 路面比較快 旁邊再撐就比較快 所以 市區的話就會 再消耗會比較快 對 先卡著 就讓輪胎比較好進去 進去之後就不用在那邊 還要找洞 現在是出來 你就直接洞 就直接進去就對了 好 換完收工 登登 哈哈哈哈 雖然這一次我真的覺得 也是蠻貼心的 是不是 我是為了一個安全著想誒 你是突然想用這個企劃是不是 當然啦 其實我真的 我一直在猶豫到底要不要把它換掉 後來我老婆就這麼推了我一把 要跟大家講這很重要 輪胎它是唯一 車子跟地面有接觸的東西 所以輪胎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能省 可是我真的不得不說 對啊 我只要送你的車我都好爽喔 哈哈哈哈 你們還想要看 我怎麼樣動他的車嗎 這部影片一樣 幫我破萬個讚吧 哈哈哈哈 破萬個讚要幹嘛 哈哈哈哈 敬請期待 好啦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影片 打開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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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小鈴鐺